在我们这么拥挤的这个人文空间的二童 在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每个一段时间 都会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书 在这所谓叫新书发表会 刚才陈律师很客气没告诉我 我们出了他好几本书 他的书没有一本在这里发表过 以后如果他捐75万个红十字会 我们就有机会 请他在这发表 我今天要把我讲的话 能说成一句话 好人肯定有好方 这个书是我们从英文翻出来的 英文的书名我觉得比中文还要更棒 它叫Why goo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Why goo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你直翻的话就是 为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在那些好人身上 那不就是我们中文讲的好人肯定有好报 这个英文书 这个英文书里头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医学家 他证明如果一个人他做很多好事的话 他马上就得到好报 特别是他的健康特别是他的健康特别他的心情特别他的幸福等等等等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看这个书身手很动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说 好人肯定有好报 结果就发生了下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对付经济衰退 那个时候我们的行政院长 这个刘院长就说我们要发消费券 大家还记得吧 大家觉得这个很成功的消费券 就三千六百块钱 每一个人有一位 我家里有两位 我跟我那人 实际上我自己作为一个念经济的人 我几乎是反对的 我不反对发消费券 我发对 我赞成要一个排富条款 我不失负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 不应当接受三千六百块 可是即使我拿不到三千六 我应当要比花三千六更多来支持这一个idea 可是我钱拿到了 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 内政部长廖部长说 好像发了之后发现 大概有将近超过意义的一个短缺 这个钱弄错了 他很勇敢地说 他说对 他说就这么说 一次我们还在买书 好人肯定有好方 我们的同志感应很快 这个时间没彩排 对不对 我看到了廖部长说 他愿意拿票的时候 他说我可以拿个人的钱 来赔这个商业的款项 但最终不可思议的是 他现在是很有钱 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人跟我来 我们领了这七千 三千六三千七千二 说我们把这钱就寄给他 所以我们就领了这个钱 就寄给他 我不是是他 大家也不是是我 结果大家很客气 领了钱之后 他就打个电话 他自己打个电话 谢谢我 所以从这样呢 我就知道 这里有个院部长 我电话里有他一个电话 主题到 六月二十号 那个是过年的时候 六月二十号 正如如果你有机会 看到这个书里面 一个我们的陈小姐的序里的话 六月二十号 发生了一个上山去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 但是也可能变得很大的 一个爬山 一个灾难 那就是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这个七个朋友 七个同事 七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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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这个这个 包括陈小姐在那里 突然就在山上迷路了 天气非常冷 做到很大很大的这个危险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礼拜一早晨 一早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天来 学弟几个同事 学弟不在对不起 天来几个同事 眼神非常沉重 那么天来就跟我说 他在康笑说 我会不敢拿打架 你要揍我的时候 但是呢 有七个同事 七个朋友 在山上迷路了 我脑筋一闪 我自己有内政部长的电话 对不对 他给我电话 而且内政部长 supposed this 可以管啊 诸位 你不能够想象哦 如果是对这个 八八小灾 大家对于 马总统的内阁 有所批评的话 可是在发生 这六月二十二 那天的事情啊 是我们一个典范 我电话打的时候 天来在我身边 大概八点一刻八点 对面就是 赖部长 哎呀就是这个 廖部长 哎呀我说 我是高梦 我发生 他跟我怎么说 他说高教授 我已经知道了 真正指挥 那个直升机的 那个大队队 队在我身边 他完全知道这个状况 他把电话给他 他说高教授 我们昨天下午 礼拜六下午 那天礼拜一号 礼拜天下午 他说飞机过去了 直升机 天机在外 不能降落 从那个时刻开始 诸位天的 那一天里头 廖部长 我从来没见过面 给我打了四次电话 告诉我们 每一个就在飞机去 接战机机 那每一撒打电话 我们已经有同事赶到现场 我的电话告诉那个董事 怎么样 所以最后他安全下来了 所以我们真正 谢谢廖部长 有没有 所以他现在当了这个 我们总统服务员 到现在我可以没见过面 但是我们要感谢他 所以我的事 好人肯定有好报 谢谢大家